吴建义就解释一下 银河二暴从六根出一只剑暴 在这注意你一定要注意 这个剑暴不是前面那个身剑边剑戒几剑 这个剑就是眼睛的意思 眼睛喜欢看美女 眼睛喜欢看金钱 眼睛喜欢长在头顶上 喜欢看那个高官 攀岩那个高官 攀岩 这个叫做剑暴 这个不是身剑或者是二之剑 这完全就是眼睛 眼睛造业的果报 叫做剑暴 招引的恶果 是剑业交 剑业就是根本业 这交就是余业交作 余业交就是余业交作 意思是你这眼睛 比如说你眼睛啊 喜欢看美女 眼睛的剑暴 耳朽 你还敢说 that gwine 你 喜欢听这个 musst醒你 阿那大,おやすみなさい 聽到骨頭鎖起來 耳朵喜歡聽這種聲音,對不對? 鼻子又喜歡聞香味 聞到這個香味 身體又喜歡觸碰到美女 嘴巴又喜歡 這個石頭又喜歡掀姦三根海味 對不對?邊吃邊看 再来就男女咯 嘻呢 荒淫无度 动荡不安 这位这个果报 六根同时报 此 见业交 见业就是根本 业呢 就是与业交重 交就是交业 交就是交业 这时候怎么样 临终的时候先进猛火 因为眼睛照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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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厉 是不是 眼睛啊 男众 喜欢 见到美女的 大概要小心一点 最好你是像我一样散光 又近视 很深很深 也看不到什么 那这样子 算是很有福报的人 但是也不必 把眼睛挖起来 也不必这样子 那么你中 眼睛喜欢看什么 真珠玛瑙琥珀珊瑚珊瑚 我都 你中心还想看名牌 希望看名牌 渴吃得了 闲仔的了 闲仔的了 对不对 闲仔佛堡的了 有时那个杂牌的还看不起 是不是 所以你在路上看 那些有钱的贵妇都在比身价的、身份的一对着来 哇,那时候的 手上的那颗戒指多少钱,那个名牌多少钱 小心喔,这辈子的福报用完的时候就会下去了 这些没办法改变业力了 诸位,你身上所有的名牌没办法改变你的业力 不如把你的名牌拿去卖掉,去祭瓶、抚瓶,去救救过 对不对?这个你还有功德 你全身带了那么多名牌,你又不是模特 那这表示一下身份吗? 是不是?表示一下身份有什么用? 自古以来有钱人,你尊重几个人啊? 对不对?官当得很大的,你尊重几个人? 不是的,而释迦摩尼佛,官没有当很大的 释迦摩尼佛身上比丘不带钱的 活在,活在是不带钱的 为什么千千万亿的众生见到佛陀,就要跟他下跪顶礼啊? 很简单嘛,他就是大抉择嘛 所以,你身上带了那么多名牌 这讲给你众听的,你身上带了那么多名牌 不要说佛陀看啊,我来看,那个也没什么用啊 是不是?有什么用? 你到晚上休息的时候,你那些名牌不拖起来啊? 难道穿着睡觉啊? 是不是? 所以就是这样子嘛 人啊很细味的,你看那个结婚的时候你就知道 结婚的时候,穿着这么的漂亮 像这个英国的王室啊,凯特王妃啊,结婚的时候 后面都拉得很长很长,拉得很长,拉得那么长干什么呢? 是不是?那多浪费布呢?是不是? 拉得那么很长,穿一下可以了,要上厕所怎么办? 那你说上厕所,凯特王妃穿那个,能上厕所吗? 我都不相信 所以人们都说方便就好,对不对?方便就好嘛,搞得这样 所以在这之位,真正的大智慧的人 绝对不会说,哎呀你化妆了千娇百昧啊 粉末登场啊,全身都是名牌 他会动到任何一个念头的 这个就是无常法的东西啊,是不是? 不如把那些钱,名牌卖掉,硬嫩眼睛,你还有更有功德 啊,一下看,临终的时候,先进蒙火,满十方界 王者,神是哦 神是怎么样?火星是上坛了,非罪 火星的上坛就飞了,接下来就掉下去了 哎,因为诸情所醉了,这醉啊 曾经那个时候看到了人,火就出这个烟 怎么样?入无间地 入无间地,前面要加一个字 更清楚,就直 直接的直,直入第一 哎,台北有四灵啊,大直那个直,直入第一 就是无中阴身啊,没有中阴身,直接就入第一 直接就入第一 所以啊,世间认为所享受的在座主委 一个法,普利心的人,认为那个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 啊,底下,首恶技 捏真,所造的恶报 当分两种